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建案抢先看》 我是主持人陈又黎 大家好 我是今日留在室内主持的大一般主持人毕吾杰 其实可以这样美美的主持 不用去外面吹风淋雨感觉好好喔 跟出外景感觉差很多对不对 对啊 是不是因为你平常出外景都风吹日晒的 而且头发都被风吹乱了 对 都毛了 我跟你讲你今天真的是赚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呢 就是土城区的指标建案大同庄园的预售屋里面 它有什么特别的吗 大同庄园啊你知道 代替你去出外景的这个外景主持人敬函啊 他在采访的时候跟我讲说 超累的好累喔 我脚好松我脚要断掉了 因为基地真的很大啊 讲到脚都断掉 会不会有点太矫情搏板面了 等一下 不是 我跟你讲小女孩呢 讲话本来就浮夸一点 你知道姐姐也是经历过些大风大浪 对 我跟你讲她只是浮夸一点 所以观众朋友你仔细看喔 讲话不要太浮夸 有没有 不要常喊人来了 因为常喊就像敬喊一样 现在讲说好酸 脚要断掉没有人要相信 所以她真的脚断掉吗 不是脚断掉这件事是真的 而是大同庄园的基地面积真的很大 这件事是真的 而且她总面积呢 达到2.6万坪耶 2.6万坪会不会太夸张 你应该是说她旁边的公园 或是旁边的山坡地吧 no no 我跟你讲都不是 不是公园 不是山坡地 而是她建案基地本身就这么大 2.6万坪 你知道大到什么程度吗 大到她社区里面 还规划有自己的公园耶 社区里面有公园 是不是超屌的 怪不得你刚刚说 这里是土城区的指标格 指标建案 可是假如观众朋友 真的想要过来现场看案子 这么大的基地要怎么看啊 当然是用脚走啊 11号公车 可是你如果用11号公车 这样两只脚这样走 超累的对不对 对啊 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你有两个选择 一 先去旁边吃到饱的餐厅 吃饱一点 充满了能量之后 你再来大同庄园嘛 吃饱了走瘦了 大同庄园 大同庄园 走一走 散步一下当做消化 第二个选择呢 你可以坐在这个电脑前面 对不对 端着便当 喝着咖啡 轻轻松松 舒舒服服了 看我们建案抢先看 帮你介绍就好了啊 这当然选二啊 像这种贵妇 谁跟你吃便当 我们都吃咸派 马卡罗喝着啦 配好不好 贵妇没有办法走那么久 穿包跟鞋也不舒服 当然是要让禁韩外景主持人 赖着我们看看大同庄园 这个案子吧 年轻的比较有利啦 我们现在就来看大同庄园的介绍吧 请看 大同大同你怎么这么大 没错 今天记者来到了新北市土城区 今年超受主目预售案大同庄园啦 那基地总面积呢 约有2.6万匹 其中1.6万匹呢 为住宅基地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一看究竟吧 那大同庄园分三期开卖 目前呢第一期销售为主 二三期都还在计划当中 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门口的白色大门这边呢 将来会延伸出一条笔直的道路出来 而这边路口的警卫庭呢 将会捐给政府作为机关用地 就是作为派出所使用啦 那因为呢大同庄园的基地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呢今天就由特派菜车所进来 菜车再来为大家做里面更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就上车吧 有没有看到围里所围起来的位置 这边呢就是一期基地啦 有4094坪 而在一期基地的左侧呢 会规划一个5米的道路 旁边就是二期基地 二期基地呢 比一期基地再稍微大一点 有4995坪 而在一二期的对面呢 就是目前大同庄园的接待中心 及停车场 就是未来三期的基地啦 比一二期都还要再更大 有7600坪 那在三期基地的旁边呢 就是一期基地的正对面呢 将会规划一个700坪的儿童公园 那我们现在就来继续开车往前走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二期基地的旁边呢 就是这边还有隔出一条小小的道路来 小小的道路来呢 这边呢将会是大同集团捐给政府 会当作住宅用地的户份 可以看到这边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快要接近大同庄园基地的尾端啦 好我们现在先来下车看看 基地的尾端也会规划一个呆壮公园 整区兼并率挤26到28% 整个被绿地包围心旷神医啊 好那这边呢就是大同庄园的最尾端啦 可以是连接另外一个出口 连接到的是土城区的十一幅步道 那十一幅步道呢 这边到距离海山站呢 只要约500米的路程喔 那如果是以第一期刚刚呢 以基地走过来到捷运海山站的话 大概就是850米 而大同庄园周边又是如何呢 大同庄园为中央路一段 采埋可以到域迷路商家林立 捷运海山站就如同刚刚所说的 就在不远处 好让我们回归建案本身来吧 目前销售的第一期分为ABC洞 各分别为地上22、24、27层楼 地下三层楼建筑 规划22到72屏 单价每屏45到53万元 全栋彩纯钢骨结构 还有使用CFT柱内官僵工法 极柱有自正壁 建筑外观起了日本知名建筑师光景纯设计 利用三栋建筑不同楼称的高度 营造出零间水流异象 与周边绿翼相辅相成 第一集还有内建2300坪的中庭花园 花园里有多达30种树种 总共会有384棵树 公共设施也有超过20项 相当丰富喔 A栋单层6户 B栋单层7户 C栋单层8户 总户数490户0店面 但现在中小皮数都已销售完毕 现以45到72坪的产品为主档 现在我们就去C6户46坪样品屋参观吧 我们现在在C6户的样品屋 建商有特意区隔公私领域喔 你看公领域的部分像是卫浴啊 厨房就是在这一侧 而私领域的卧室呢 就是集中在另一边啦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边 还有独立出一个用餐空间 旁边就是客厅 客厅面宽约3米5 楼板高度也有3米5的高度 而C6户呢 建商是规划3加1房的格局 这个加1呢 就是让你可以更弹性的运用囉 建材部分 卫浴使用的是德国进口 免资马桶及Hescoe龍桶 而厨房则是林内三口炉 另还有Bosch洗碗机 微波烤炉等 价格实在建材也不马虎呢 超航建案大同中原等你来看 黄建函周智长采访报道 小碧 你知道吗 刚刚看完洞新闻的影片 我觉得好像 跟我的专业认知上面 有一点差异耶 你帮我哼一下那个 大同公司 这个经典的广告主题曲好不好 要变我走音吗 大同大同国货好 大同产品最可考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才对啦 可是我们刚刚外景主持人靖韩 怎么好像是变成大象 怎么把大同变大象 你知道我懂吗 是因为代沟的问题 是代差异对不对 不能怪他啦 好了 不过说到了这个大同的部分 最惊人的部分呢 排除掉这个静韩走音 或者是改编的部分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惊人的 你看到那个基地的 超大耶 很惊人对不对 就像我采访一段时间 我还真的没有看过 这么大基地的割爱 你看个案子 他又开高尔夫球车 我觉得很夸张 而且 我要称赞一下静韩 我觉得他开高尔夫球车 还蛮有哭声的耶 蛮有哭声的 你觉得一定吗 姐姐爱他我觉得是 好 OK 我要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呢 有一个小插曲 小花絮 这要聊吗 没有剪到影片里面去 就是呢 这个静韩在开高尔夫球车的时候 开一开 撞车了 你这样还确定他是很有哭声吗 不是 所以我们才要特别 要就是谢谢静韩的辛苦 他是冒着生命危险 在介绍个案的 我跟你讲 不只是静韩很辛苦 冒着生命危险 其实现场的工作人员更辛苦 你知道吗 他们要冒着被静韩的高尔夫球车 撞到的风险 在帮我们介绍这个建案耶 超可怕的好不好 所以他除了大同商车 这个这么大的那个 公园的基地以外 他还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呢 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亮点 就是说呢大同庄园呢 未来啊 我们刚在影片里面有看到吗 未来他会捐递 然后作为派出所使用 我觉得这个算是很不错的耶 很不错啊 其实我们去年 苹果日报9月都有提报一个 在我们新竹科学园区里的科园里 他有一个 戏称为CEO名人像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好像有印象这个新闻 对不对 因为他里面住的都是总身价 超过200亿的科技大佬 有钱人 就是上市柜的老板啊 高阶经理人 结果他的社区 竟然有远景在驻守 远景是要服务民众 怎么可以去社区看护呢 等一下 所以你这样一讲啊 感觉大同庄园 也同样能够享受这样子 远景住员 然后来派手维安的这个感觉 对不对 维安规格跟CEO名人像 一样高规格 但是呢更好的是什么 对 不好意思哦 苹果日报这次不会踢爆你好不好 因为讲出去只有大家会羡慕你啊 怎么那么好 你家怎么这么安全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什么亮点 它是零收费的哦 免钱 对 免钱你不用是CEO 你也不用付很多 你也不用身价多好 就可以享受到这样子 高规格的维安 对不对 大同庄园呢 还有一个市场面上的亮点 它是号称去年2015年 卖的最好的建案 你敢这样 敢这样讲吧 你确定吗 有查证过吗 为什么 因为它从去年7月开案 到11月动土 这段期间 就累积超过6000组的抗污组数哦 而且我们刚刚私底下 有跟问过以下专案 就是说 刚开始开案的时候啊 每一周 大概两三百组的来人 来客数 很惊人 你知道去年房市有多清淡吗 通常都是跑单小间厅 抗污的人都 好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对这个大同庄园 这个案子 这么样的关注呢 其实它的卖点非常多 除了这个基地它之外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现场的销售DM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离这个捷运海山站很近 刚刚听到我们基地非常大 我们从基地最远处来算的话 离海山站也只有850公尺 850公尺就是走路也可以到的距离 不会觉得说走很累这样子 还可以接受的距离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基地是2.6万坪的大基地 对不对 其中有9300坪是绿地景观 你看我们上面都有特别的说明 而且呢我们翻开来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说 它的这个模拟图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是 2330坪的这个中庭花园 绿景是超美的对不对 而且呢 它的鉴壁率超低的 只有26%到28% 算是双门是罕见的这种低鉴壁率个案 因为2.6万坪的基地 大家一定想说 哇塞 这个如果全部盖满了 一定赚翻 赚到一个不行啊 但是那会很像集合式的住宅 那个很有压力耶 像低鉴壁率的话 你生活起来才不会那么有压迫感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而且呢 不只是它的规划 就是很轻松很舒服之外呢 它连外观也很不马虎 找大师来哦 来我们翻过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知道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师是 安藤忠雄 没错 那这个呢 他们请到的这个大师呢 光景淳 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一位 他也是在日本的地位啊 是媲美这个安藤忠雄的 安藤忠雄 他来负责这个大同庄园的外观 建筑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左手边这位呢 是日本的灯光国宝籍的大师哦 内原制使 是 他负责大同庄园的灯光设计 另外 他还有一个 建筑本身也很有卖点 对对对 他是使用纯钢骨结构耶 而且呢 还有日本的 宿有制正币哦 对他没错 他使用这个部分啊 感觉上就是 外观顾到了很漂亮 内在美也很重要 居家安全顾得很好哦 建筑外在美跟居家的 居家安全的部分 这样子 我们社区外的优点呢 刚刚都跟 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了 现在我们赶紧来看看 内部 样品屋的一个内部的规划吧 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餐厅嘛 是 好啦正常来说 我们应该是要从玄关开始走的 那我们先从餐厅开始 也没关系 因为餐厅跟玄关很近啊 对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玄关一走进来的部分啊 我们会看到这个 公用卫浴的部分 对客用卫浴的部分 OK那客用卫浴呢 接下来走到旁边来呢 就是离餐厅很近的厨房 厨房呢 刚好离餐厅很近 方便上菜 而且厨房直接连都厚阳台 让妈妈去晒衣服啊 做一些家事也蛮方便的 都很方便 我们再往前走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客厅 就是家人里面最常待着的地方嘛 对 样品屋它的楼高是坐三米左右 可是等到真正交屋的时候 这样才三米 对 可是看起来已经很舒服 很宽敞了 等到真正交屋的时候 它其实真的楼高是三点五米 所以会比这个现场看到的 现在更高 再更挑高一点 会更舒服 而且客厅的部分 只是面宽四点五米哦 而且呢 因为它也有做这个大面开窗 低台度大面窗 对但是呢 我们刚刚有知道说 大同庄园 为什么叫庄园 就是因为它绿地很多 像城堡一样很舒服的感觉 选得好的话就有景观 对没错 你也知道现在有时候 大家就是好像忙着看这个 手机啊 手机电脑 对不对很累 来来来 我们往这边走 我们往前面走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部分呢是 45平 它是规划三加一房 这个就是加一的部分 对不对 可以规划成茶室啊 像这样子 那过年的时候 应该还可以做别的 当然是要麻将尖 标牌吗 这样才有过年的气氛 而且过年很快到了 是不是 好啦那三加一房嘛 那看完加一的部分呢 走到的镜头跟这个左手边的部分呢 是 分别是两间次卧 那两间次卧的部分呢 也都有开窗哦 而且这个次卧的那个 你可以自己去规划 可以摆下一个 就是单人房做一个简单的休息空间 那我们右手边转过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 主卧的部分 对 主卧的部分 它的大面开窗 好像感觉也很厉害 对不对 像这种低台大面窗 就是我们刚刚提过 它采光非常的好 嗯 然后整个景观啊 像我们玩玩手机啊 看看绿地 整个心情有 也蛮舒服的 心情就好了起来 而且呢 主卧卫浴的部分呢 它也有做这个开窗的设计 对 就不会觉得很闷 很通风的感觉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啊 其实它有这个 它还规划干湿分离呢 哦 真的很不错 像刚刚又里有提过 我们这个大同庄团的案子 是请来两位日本知名的 灯光建筑大师 对不对 请来大师加持 就是不一样 是 但是我们接下来 介绍这个案子 富保京都 它没有大师加持 但是它请来名人 名模 代言哦 哇 它请来这个名人 是从名字 就开始挺这个建案 对不对 有多挺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挺法呢 我们赶快来看看 富保京都的 动新闻VCR 请看 没错 这样想先看今天来到 由名模陈婷妮代言的新案 富保京都 这个案子呢 它位于林口新市镇的商业区 规划23到32坪的小宅产品 总价818万元起 吸引首购族及新婚夫妻 富保京都 基地位于林口文化三路 中山路口 不远呢 由已经动工的林口运动中心 占地辽阔 有少见的室内设计场 还有新建中的新北影视城 交通方面 基地周边有公车站 只是若要出林口 离捷运较远 去自备交通工具 这个案子它的外观立面采用大理石的食材 规划独栋建筑 那么基地前方呢是面30米的中山路 后方则是零几千坪的富贵公园 从旁边这里独立出来 这里是一个宽5.5米的双向车道 它的地板采用汽车专用的磁砖 相对来讲 比较好清洁也比较耐用 嘿嘿 富保京都 可是获得第二十二届 金石奖 優良规划设计类的作品喔 另外特殊建材 还包含 长根生计 协证 活化水 垃圾恒温冷藏设备 studer 排水吸气阀等等 全案标准层 单程10户 算单程户数较多 AJ户32屏 规划双主卧可以格到2加1房 BCHI为24屏 EF屋23屏 总价和车位818万元起 DG户31屏 都是两房一位格局 休闲设施丰富 包含健身房 图书室 儿童游戏室 KTV 瑜伽室 奇异室 空中画院等等 样品屋也打造了部分公社的场景 客户来参观时 就可以感受欢乐气氛喔 又到了参观样品屋的时间咯 首先这个案子的楼高呢 它是3米35 那这一间则是A户32屏的样品屋 它这里呢做成两房 那么客厅的镜面宽是3米05 这一间A户的特色则是 里面的两间房间 算是双主卧有两套卫浴 让你住在小宅也可以很方便 往里面走就是两间卧室及卫浴 这间采用干湿分离 偷偷免制马桶等 另一间房间 卫浴还辐射浴缸 不过若不需要的话 其实这间卫浴可以打掉 规划成书房或更衣室 变二加一房 至于厨房配备包含 零内双口炉 红腕机 抽油烟机 以及杜邦人造石台面等等 换了一间我们来到比较小的坪树 B户24坪的样品屋 它跟C户 H户跟I户是一样的坪树 都可以做成两房 如果不需要这么多卧室 其中一间可以做成像这样的书房或是盒室 它整面采光其实还算不错 往内走就是简单的一套卫浴 一间房间 书房及后阳台 全岸部分户别卫浴没有开窗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买屋自备款单程 其中订签10% 工程期到交屋20% 银行贷款70% 下次来领口再看到亭尼 你就知道这是哪里了喔 有需求就进去看看吧 周一新 黄仁义 采访报导 全景正籏 最深游戏 明镜需要您的安排